昨天呢我们看完了这款车的一个厚横床的布局 今天呢想要给大家介绍这款厚纵床的布局 依旧是上级大通T70的一个底牌 车的尺寸呢和我们昨天讲的那款是一样的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的外部生活区 和那款车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个区别 在我们下方呢这辆车它做的也是一个柴油道 但是呢这是根据客户的一个需求 做了一个无明火的柴油道 可以近距离的看一下 边前呢上面依旧是五档调节的一个功能啊 一共是5000瓦双层拉针 这辆车的板材呢和我们那辆车的板材是不一样的 也是根据客户的需求去选择的一个板材的颜色 如果我们有自己箱中的那种比较个性化的板材呢 也是可以进行定制的 然后尾部就是我们的清水箱的一个加水口 依旧是一个营地式的黑水箱 因为这辆车是一个纵床版的 所以说在纵床的旁边呢就是我们的卫生间 依旧是一个一体式的卫生间 然后这辆车的尾部就是后置备胎 以及铝合金的爬梯 如果大家需要自行车架或者什么的话呢 也可以在后方进行定制 在主驾驶一侧的尾部是一个这样的储物空间 这辆车因为它是一个纵床版的 纵床的下面除了电机舱以外呢 做了一个这样的储物空间 如果我们的一些外部的储物用品 放进去其实也是足够的 就是我们3000瓦逆变气的散热口 以及220伏的试电接口 给房车取电的一个位置 80升的柴油箱 以及20升的尿漱口 它们的一些配置啊 或者什么都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直接去车内 看一下这辆车的一个车内布局 打开我们的中门呢 这边依旧是点开我们的电动踏步 然后上来之后 这辆车的布局 它是一个有对象卡座 又有后纵床的一个布局 而且像这个对象卡座的话 也是根据客户的一个 自己的一个需求 去定制的一个汽车的座椅 而且这个汽车座椅的颜色 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 去定制的 中间小桌板呢 依旧是手动升降的 可以站下来之后 把它拼成一个床铺 是可以延续着 我们后面的一个纵床 去做的 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 把它放平就可以了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座椅 可以把它放下来 我们的纵床的下面 会有一个床板 把它翻过去 翻过去之后呢 里面单独的为这个地方 做了一个床垫 然后我们放上去之后 就可以变成一个 贯通式的一个纵床 当然如果大家觉得 这个纵床还是 不够睡不够长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桌子 再升一下 然后把对面的那个 座椅也是给它放平之后 后面的一个整个生活圈呢 都能成为一个 贯通式的一个大纵床 然后再来看上面 12幅的一个空调 后面的话呢 它都是做成这样 一排的除吊柜 而且这个除吊柜的颜色呢 也是和我们客户 选择的那个颜色是一样的 每一个柜子的下面 它都做有这种密封条 像我们这个位置 在平时的情况下 一般的话 这个位置会做我们的空调 但是我们的空调 放在了我们的卡座上面 所以说这个位置 也没有浪费它的空间 做了一个这样旋转式的 一个储物空间 而且这储物空间的话呢 它也是非常大的 往下来看 除了我们的卡座这一块 有个外推窗 后面纵床这一块 也依旧给大家开了一个外推窗 到后期的话我们 在车上不管是在哪个位置 都能看外面的一个风景 然后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卫生间吧 这个卫生间 虽然它不是特别大 但是它里面的东西 还是非常全的 下面也是一个 可以旋转的合适马桶 然后这个洗手池的话 它是做的一个 这样折叠的洗手池 不用的话 就这样给它搬上去 也不影响我们 在这个位置去洗澡 上面的话 配有一个淋浴喷头 然后再来往旁边来看 就是我们的一些外推窗啊 储物空间 以及双眼换气扇 像我们在行车的时候 可以把我们的洗漱用品 放到这里边 然后把它关上之后 行车的时候 我们的洗漱用品 也不会掉下来 卫生间前方呢 就是我们的吧台区域 上面的话 也是客户在这儿 加装了一个电磁炉 下面我们的冰箱 也是采用了一个 福罗斯特的一个 双开门的冰冰箱 而且它上面 这个位置是专门 为了迎合 我们上面的一些板材 然后把它贴的 一个类似的贴纸 这样的话看上去 是非常的融合进去的 像我们平时的冰箱 一般的话 它是灰色系的 然后上面的话 就是一个派池 可以调节的一个水泳头 下面的话 是两个这样的抽屉 其实在吧台这一块的话 不管是纵床 还是红床也好 它吧台这一块的一些 配置啊啥的 几乎是一样的 上面是一个 格兰式的微波炉 然后旁边就是一个 储物空间 在吧台这一块 它都会配一个 这样的烟雾报警器 保证我们后期 在这做饭的一个安全 然后旁边是两个 这样的口袋 再往前来看 就是我们的额头床 这款车的话呢 它的额头床想要把它拓展的话 需要我们把这个 汽车座椅给它放下来 其实这个座椅 也是很好操作的 然后打开之后 也就是可以拓展成一个 1米92 成1米8的一个额头床 像这个垫子的话 我们从下线交到客户手中的话 这个垫子是已经 给大家准备好的 后期的话 不需要我们自己再去定座 然后两边的话 外推窗 以及我们充电的一些设备 还有小射灯 也给大家准备好了 特别是我们的鞋柜 这个位置 其实之前它是 做的一个储物空间 但是为了我们上下车 去放鞋子比较方便 然后就在这个位置 去做了一个鞋柜 如果大家喜欢 这款房车的话 可以在下方评论中 我们在评论区等你哦 我可以在下方评论里面 台湾 都可以在下方评论里面 然后我们下方评论里面